同样是混动 丰田和本田的省油原理其实差不多 都是少烧油多用电 那两家的区别主要是具体实现的方式上 就好比两个人同样是一个番茄炒蛋 最后的味道也是差不太多 但有的是先放鸡蛋的 有的是先放番茄的 有的今天想要么就一起放了 还是会有点不一样 那上个世纪70年代末 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 原油价格暴涨 丰田和本田都在这个时候 就开始研究混动技术了 那么1997年丰田量产自己第一台混动车普瑞斯 本田也没携占 两年之后第一台混动车insight也是随之量产 但是比起普瑞斯insight只有一个小功率电机 也不能实现纯电驱动 所以在那个时候 本田落后的幅度算是大的 那么丰田在混动领域做了20年的霸主 就这么敲下来了 那么参考维基百科的数据 截止2019年4月 丰田混动车型全球销量1300万台 初号机普瑞斯 到现在仍然是全世界销量最高的混动车型 但是随着本田IMMD混动技术的发布 这两家车企又开始进入了 你一拳我一脚的互相竞争的阶段了 那相差在哪里呢 最大的差别是动力分配的核心组件 我们一个个来讲 那丰田的混动系统呢 叫做THS Toyota Hybrid System 主要呢 一个发动机 一个发电机 一个电动机 再加一套行星齿轮组 那整个混动系统的这么条流程 发动机呢 带动发电机 发电机给电池充电 电池呢 就给电动机供电 然后是驱动车轮 同时呢 这个电机还带了能量回收功能 也可以对电池反向充电 那实际的运行过程中 如果电池是快没电了 那发动机呢 就用最省油的那个转速 给电池充一点电 那一旦充的差不多了 发动机呢 就直接休息 所以呢 这个油耗就低了 那刚才说的这些 全部都是建立在 行星齿轮组的基础上的 它是起到一个调配作用 动力的传递 油和电的转化 都要靠这个齿轮组来完成的嘛 你上班 你休息 你等一下 就这个意思 那由于这个行星齿轮组 是不可替代的 申请了专利 这个就好比 丰田他发明了个什么 十三香小龙虾 于是他把十三香 拿去申请了一个专利 别家饭店不能用了 那小龙虾的味道 怎么烧都没有丰田家的香 也是好理解了 对不对 那很多人说 世界上只有两种混动 一种叫丰田 一种叫其他 大概就是这么个由来 但是搞黑科技的本田 他不服 你丰田有十三香是不是 我本田搞一个 密制蒜蓉小龙虾 倒要看看谁更香 2012年 本田推出了 IMMD混动系统 不仅是绕开了丰田的专利 而且表现上 和丰田的THS不相伯仲 那么他们的区别 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 由于你要绕开 这个已经被注册专利的 行星齿轮组 本田开发了一个ECVT变速箱 来完成动力分配的工作 这个ECVT 不是我们传统概念上的CVT 它是电动偶合 无机变速器 它包含两个电机 和一个超越离合器 通过ECVT 本田IMMD的效能表现 比丰田THS还要好 美国环保署EPA的测试当中 雅各混动市区油耗 和高速油耗 都比凯美瑞混动来得低 第二点 本田的动力输出模式会更多 本田ECVT里面 是有个离合器的 所以它是可以 只依靠发动机来驱动的 我们之前有内容讲过 这电动车 在高速巡航的时候 其实是相当费电的 反而还没有 传统烧油的车来得省 那么对于丰田的混动来说 它的那个行形齿轮组 是一个机械偶合结构 只要发动机用于驱动车轮 它就是会有部分能量 被用来发电的 它不可能只用油不发电 那就造成一些 不必要的能量转化损失了 本田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打个比方说 这高速工矿就像是一瓶酸奶 你喝得越快越好 本田是拿了一桶酸奶 对着嘴直接往下抖 那丰田的规矩是定死的 必须把酸奶先倒进杯子 再用杯子喝这个酸奶 那么杯子里面总会流一些酸奶的 就像我们盖子上留下的那个一样 对不对 这个就是能量转换时候的损失了 酸奶盖子上面流了一点 酸奶杯子里面还流一点 和直接倒在嘴里面嘴里流一点 那能一样吗 第三点 本田的电动机功率和电池容量 比丰田大 还是拿凯美尔混动和雅各混动来比 凯美尔混动 它用的是聂氢电池 电机总功率88千瓦 雅各离电池 电机总功率135千瓦 那由于电机和电池 它更大更厉害 所以中低速 依靠电动机行驶的时候 本田的混动系统 动力响应会更迅速一点 可以说 这本田骨子里是有运动基因的 也就会比丰田更激进一点 就算在混动车上也是不例外的 那么说了一大堆 到底谁厉害 总的来说 丰田和本田的混动技术 都是很厉害 你不管是13香还是蒜蓉的 小龙虾喜欢吃的人都开心的 那相对来说的话 丰田起家更早 经过22年的发展历史 技术相对成熟稳定 世界范围内销量依然是第一的 那本田作为一个挑战者 技术会更新颖 也更激进 具体表现上 很多地方都比这个丰田的前辈 要更优秀一点 加速也好 省油也好 世界上总体销量是比不上丰田的 但是上升趋势也比较明显 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的表现 参考盖世汽车的数据 2019年1月到8月 国内市场凯美瑞混动销量17627 而雅各混动销量23997 反超了